欧洲议会选举刚结束,荷兰就挑衅中国,是美国想一时二秒,中国和欧盟都是美国的眼中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实军,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欧洲议会选举刚结束,荷兰就挑衅中国吗?是美国想一时二秒 近日,荷兰国防部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中国的战机对荷兰的护卫舰造成了潜在不安全情况 还表示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但是事实是,荷兰的军舰都跑到中国东海附近了 是荷兰的军舰先抵近侦察,姿势挑衅在先,中国军机的行为都符合国际法规的 荷兰国防部的行为完全是在炒作中国军机的不安全 现在北约这个欧洲最大的军事组织,名义上是为了欧洲的安全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政治延伸,美国对欧洲军机的影响力很大 这次荷兰的所作所为也基本上是美国鼓动的 最近,欧洲议会选举刚结束,虽然选举结果的预期并没有达到欧洲领导人的预期 但是极右翼政党并没有拿到最大的话语权 欧盟并没有因为欧洲议会选举形成分裂状态 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让美国想要分化欧洲的想法,美法成功 但是,美国让荷兰挑衅中国的这件事,确实会对欧洲各国产生不利的影响 美国现在分明就是想利用这件事情一时二料 一方面,美国想挑起欧洲各国跟中国的敌对情绪 通过欧盟的反补贴法案,现在看起来是行不通了 欧洲各国政界对欧盟的反补贴法案都心存质疑 各国都不想跟中国彻底交恶,还想跟中国发展 甚至想跟着中国一起吃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但是美国明显不想欧洲跟中国做生意 今年荷兰首相雷特前来访华,但是他就表示要跟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好好合作 当时阿斯曼因为要搬离荷兰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雷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国防部的支持 甚至阿斯曼公司对中国还有一些傲慢 要知道,阿斯曼的股份基本上是美国资本持有的 阿斯曼公司虽然在美国,但是实际上听的是美国政府的话 前段时间阿斯曼还对荷兰政府表示可以远程瘫痪台积电 这不就是明摆着不想跟中国好吗 虽然中国对阿斯曼来说是重要市场 但是政治上的压力,以及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进步速度 让阿斯曼也没办法对中国好起来 毕竟中国总有一天能掌控阿斯曼现在的技术 但美西方连俄罗斯的市场都能放弃 又怎么不至于让阿斯曼放弃中国的市场呢 对整个西方来说,一个阿斯曼公司的体量还是微不足道的 可见荷兰政府就算想跟中国好好做生意也比较困难 因为美国实际上控制着荷兰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命脉 哪里还有自主可说 美国利用荷兰军舰来挑衅中国 实际上也是打脸了欧盟 给欧盟难堪 因为就算冯德莱恩下台了 美国可能控制不了欧盟了 但只要北约存在 欧洲的军事力量的对外方针 就一直要被美国左右 另一方面 美国就是在想炒作中国的不安全 美国这段时间不仅让荷兰的海军过来了 还要让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海军 来挑衅中国了 美国接下来要主导2024年 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前来参演的国家有29个 挑衅中国的国家应该不会少 这都是美国在炫耀自己的影响力和实力 美国想要让更多国家参与遏制中国 就得不断夸大中国的不安全 所以他一边挑衅中国的底线 一边还要利用媒体 炒作中国的反制手段 给中国的反制手段添油加醋 美国的这12秒的计谋 实际上做得很成功 中国和欧盟都是美国的眼中钉 利用荷兰海军 美国不仅敲打了欧盟 还挑衅了中国 自己却稳坐钓鱼台 美国真的是打了一手 好算盘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